7月19日下午3点,来自欧洲多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们聚集在巴黎中共驻法国大使馆前纪念反迫害20周年。 学员们有的手持法轮大法好,禁止活摘器官等横幅,有的随着舒缓的音乐演练五套功法, 有的手捧在大陆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一项,场面庄严平和有序。 多名法轮功学员向使馆内的工作人员和过往行人讲述, 20年来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罪行,呼吁所有善良的世人共同来制止中共的这场迫害。 作为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更是这场迫害的经历者和见证者。 他们今天站在中领馆前,真诚地劝说世人退出中共,不要再执迷不悟。 在法国的这些大使馆的这些工作人员和在中国现在还在为中共工作的一些工作人员, 我想跟你们说,你们应该现在醒悟了,不要再为中共这种最邪恶,最恶劣的政权卖命了。 面对中共的残酷打压,海内外的法轮功学员连成一气共同发声。 我想告诉中国大陆的机会有机会的机会让他们禁止, 因为它会崩尾,所以它会崩尾,所以它会更容易禁止。 此外,法國證監人士也發來郵件表示對法輪功的支持 前法國部長兼國會議員弗朗索瓦斯·奧斯塔利女士 對法輪功這種和平、理性、反迫害的方式給予讚揚 並表示支持法輪功 同時譴責這場在中國藏無人道的迫害 特別是對活摘器官這一滅絕人性的暴行 新唐人記者 巴黎採訪報導